早期糖尿病的症状是什么? 张薇,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糖尿病的三多一少症状一般发生在临床期的糖尿病 那么糖尿病的前期多半是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的 但是有一部分患者确实在糖尿病前期就有出现口干、多饮多尿这类症状的 我见过有一部分患者有这类情况 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 在早期呢,尼岛素分泌的实相发生了一些障碍 比如说在早期出现了尼岛素抵抗 或者出现了尼岛素分泌峰值的延迟 那么这部分糖尿病前期的患者 他的主速就是总是容易心慌冒汗 一到饭点不吃饭就容易出低血糖的症状 整个人感觉不吃东西浑身发抖 那么这种情况就要警惕了 有可能是糖尿病前期的尼岛素分泌峰值延迟所致的餐前的反应性低血糖 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是非常不典型的症状 他们就诊往往是到泌尿难科或者到皮肤科 因为泌尿系统的炎症 或者因为皮肤软组织的炎症 或者某个伤口千言不愈去就诊呢 好,那这部分患者再去化验 有可能血糖也比较高 或者有的可能在糖尿病前期 那么这部分人群啊 那么这些不典型的症状都有可能提示着 你的血糖已经发出危险信号了 所以呢,有类似情况的患者呢 应该高度警惕和重视 专家提示 一,出现口干,多饮多尿这类症状 胰岛素分泌的时向发生障碍 比如在早期出现胰岛素抵抗 或者出现胰岛素分泌峰值的炎时 二,出现容易心慌冒汗 半点不吃饭就浑身发抖 还有非常不典型的症状 如泌尿系统的炎症 皮肤软组织的炎症 或者某个伤口千言不遇等问题